中国音乐重情运,西方音乐重理性,中国音乐极富变化,迹象万千,西方音乐形势严谨,结构反复。 长期以来,关于中西方音乐一同的探讨不绝于耳,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争论,必受关注。 二十世纪初,中国音乐家王光琪曾提出要创立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民族之声——国乐。 为何要创立国乐?中国国乐为什么不能强以西乐代跑?国乐在当下的中国又有怎样新的含义?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院长赵从华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我想必须要搞清楚两组概念,一个是音乐与音乐文化,一个是古代西方和现代西方。 音乐与音乐文化是有区别的,音乐通常指声乐、气乐、乐律等等视听音乐,而音乐文化则涵盖音乐理论、音乐教育、演奏、演唱、审美等等全方位的文化元素。 古代西方与现代西方的语境也是不一样的,通常讲的古代西方指地理的概念更重一些,主要是指中原以西的地区。 现代西方从地理来讲,主要指西欧、南欧、北欧、美国、加拿大等资本市场经济地区的西方国家,和宗教上的基督教地区的国家。 其文化概念是越来越明确。 赵松华表示,从中外音乐交流史来看,通常意义的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可追溯至汉代丝绸之路张迁出示西欧,打开了与西部文化交流的大门。 乐舞是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重点。 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外来乐曲创作出《新生28节》就是典型例子。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有万国来朝的圣景,唐代人以博大的胸怀欢迎外来文化。 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 此时,中西乐舞交流更加频繁,西音大量涌入。 仅佛教乐舞就达到70多种,还有许多外来的乐器在中国落户。 赵从华认为,王光琪曾创造性地将世界音乐划分为三大乐器。 希腊乐器、波斯阿拉伯乐器和中国乐器。 不同地理环境与不同民族性格必然造就不同的音乐审美。 审美反映在音乐形态上就可以形成不同乐制。 东西音乐的一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许多答案。 但形成的原因,如王光琪先生所原,是源于音阶差异, 即中国音乐的五声音阶体系和西方音乐的大小调音阶体系, 是中西音乐风格迥异的根源。 请了解,王光琪曾认为,国乐必须无人自行创造,而不能强以西乐带袍。 赵从华理解为,一个民族在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所表现出的个性, 往往有着很强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 中国文人精神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但有些因素是必要的。 研究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就是要将这些因素找出来, 充分运用到今天的音乐创作中,打造反映新时代中国气派, 中国精神的音乐作品。 赵从华说,王光琪曾提出国乐思想,一个国家民族的音乐发展, 古然离不开向外部的学习,但必须立足于本国民族音乐。 多元一体,一直是中国音乐的主要特点。 当今中国早已经走出了百年以来积弱积贫的困境, 成为主导世界舞台的核心力量之一。 中国音乐的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时代的国乐,应当适应反映这种变化, 创作出充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现中国民族精神,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趣味, 这样的中国国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